近期,柯震东到大学演讲,做公益正积极复出,他还首次透露了自己和小亚轩分手的原因,坦诚两人在某次吵架后因自己的个性幼稚、脾气拗,防卫心重,会在意很多无聊小事,所以导致无可挽回的结局。 对于小亚轩现在的美满恋情,柯震东也真诚给予祝福。 早前,柯震东曾誓言自己不会再去夜店,至于最近被拍到和李玉芬上酒吧,他表示非常抱歉,并称在他的认知里,酒吧和夜店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。 对于打破不应承诺,他解释自己已经慢慢解谅。 在吸毒事件后,柯震东也看尽人情冷暖,个性转变很多,开始反省自己的很多行为。 而李玉芬是此事发生后,为数不多还陪伴在他身边的圈中好友之一。 至于会不会在一起,柯震东表示,虽然两人会出去,但没有单独约会过,要两人相守后才知道,还笑着李玉芬可以来告白。 夜市的新闻中心,上海报道。